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 渐兴元年,风亮五香口,开府至世,请之,用领一周目,正是无巨细,贤绝于亮。 这段记载的大义是,蜀汉章五三年公元223年春,刘备在永安宫病危,将诸葛亮从成都召来,将后世托付给他。 刘备对诸葛亮说,你的才能超过曹丕十倍,必定能够安定国家,并最终完成统一大业。 如果我的儿子尚可辅佐,你就辅佐他,如果他不成器,你可以取而代之。 诸葛亮哭着说,微臣作为古宫之臣,一定竭尽全力,效忠朝廷,忠贞不二,至死不渝。 刘备又下诏给刘缠说,你和丞相相处,要像侍奉父亲一样,蜀汉渐兴元年,公元223年,后主刘缠继位,封诸葛亮为五香侯,开府至世。 不久后,诸葛亮又兼任一周末,正是不分大小,都由诸葛亮决定,本文要说的成语,便是这段记载中出现的是无巨细,意味事情不分大小,形容什么是都管。 这也是由三国制作者陈寿所首创的一句成语,刘备并逝前,蜀汉帝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, 这不仅因为刘备在宜邻之战而惨败,使得蜀汉帝国实力大紧,还因为此时蜀汉南中地区的叛乱越演越烈,而此时的刘备已是病入膏肓,为了稳定政局,刘备在永安脱户,将蜀汉帝国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了诸葛亮。 刘备去世后,蜀汉帝国便介入了诸葛亮时代,诸葛亮治国最大的特点是什么? 用事物具体这句成语来形容恐怕是最合适不过,这么做的好处很明确,可以保证诸葛亮的治国理念得到完全的发挥,也因此出现了蜀汉帝国倒不时宜的景象。 不过,这种作风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,一来难以发挥不下的作用,容易形成一言堂,二来对诸葛亮本人的身体也会造成极大的伤害。 正如司马懿得知诸葛亮连二十丈以上的处罚都要亲自处理时,不禁脱口而出,诸葛亮将死已。 从现在现代管理的角度来看,诸葛亮的事无巨细,并非一种高明的做法,而是一种无能的表现。 难怪诸葛亮仅仅54岁便病逝了,一句话,自己活活把自己给累死了,参考书籍,三国志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